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他促请萨拉叶人民不要担心 他今天主持萨拉叶其他宗教事务单位大厦工程动图里 在致辞时也表示 沙菲穆斯林部长争取拨款信件清真室 而穆斯林部长也申请拨款信件教堂 这充分展现了萨拉叶种族和谐 他说这不可能在西马发生 如果西马的穆斯林部长申请拨款信件教堂 恐怕会在大选中落败 接下来关注萨拉叶冠病疫情 萨拉叶古静今天新增一种确诊病例 患者是来自西加里曼丹 另外 失误在过去14天没有出现新确诊病例 今天宣布转为绿区 这种769病例是来自西加里曼丹的印尼女子 她是通过医疗旅游的途径获准入境萨拉叶 她是在10月19号陪同一名需要到古静医私人医院 接受进一步治疗的癌症患者 从西连的巴比鲁关卡入境萨拉叶 并在同天进行了冠病检测 报告当天出炉呈阳性 至于那名癌症患者的检测结果则是阴性 他们遵守指示 入境后就在私人医院进行隔离 证明确诊者没有出现任何的冠病症状 过后他便安排到沙中央医院接受治疗 冠病病毒传播力太强了 确诊者拉下口罩隔着玻璃短暂的对话 竟然导致了三人中招 沙地方政府及防务部长Dadox3沈桂贤说 早前一名从国外返回萨拉叶的确诊者 在抵达古静国际机场时 在关税局的柜台与关税局人员对话时 才拉下口罩一下子 就把病毒传播给关税局的人员 沈桂贤提醒大家 在这个非常的时期戴上口罩的重要性 他说这次的疫情是个大挑战 全世界未曾遇见 也因此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常态 现在如果没有戴口罩 注意清洁和卫生等 很容易就会被感染 一岁半男童今天早上趁保姆不注意时 溜出家门 在马路上徘徊 还被人当成了走失的孩童 报警处理 这起事件是在今天早上8点多 在马鲁地的新习治区 清散路发生 住在当地的一名公务员 发现男童呆站在路旁 以为是走失的幼童 打电话给警察 把孩童送到了警察局 男童的母亲在一所学校食堂打工 她今天凌晨5点30分 前往工作前就把孩子交给保姆招了 这名母亲过后到警察局领回了孩子 并告诉记者 儿子在警察局一点都不怕生 也没有啼哭 好心的警察还泡奶给儿子喝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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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的观看